嗨,我是MV大熊,MARCH BEAR 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呢,看到封面就知道了 就是哥布林 可是呢,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就是 哥布林 and 哥布林 誒,翻了喔 and 哥布林 哥布林乘以3 哼哼哼 是不是以為我的封面呢 就是一隻,然後用 用繪圖軟體去改成3隻 沒有,我這次要開的呢 沒有錯,就是3隻 而且呢,還有另外再外加一個 這個呢 大熊的封面只能夠放背後 因為正面有點太 you know,口味太重了 它會被禁,或是會被剪去 所以只能夠改背面放回去 然後呢,這個是 刑具台 就是最近,大家應該 最近蠻流行的就是 什麼哥布林殺手 就是 哥布林危害各個村子 然後會去 對女生做出 有點像封面這樣子 很糟糕的事情 然後就會有一個 哥布林殺手呢 來幫助大家殺死哥布林 所以呢,大熊就覺得 這個東西呢,絕對是 要跟這個一起開的啦 哥布林要跟這個一起開的 然後呢,他是 組裝的 沒有錯 大熊又要拚了老命的組裝啦 那我們就開始裝吧 大熊總算把刑具都組好啦 那現在呢,就是要把哥布林給打開啦 我們的主角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吧 好期待喔 好 來吧 這個有點小 不過 我當下去領的時候 發生了蠻好笑的事情 我跟店員說 這個怎麼那麼小隻 然後就說 哥布林比人還大好嗎 還蠻幽默的耶 裡面看起來東西好少 這是我們的一號主角 我們現在看他本體怎樣吧 可動嘛 還算可以扭吧 可惜他的手第一個瞬間就有問題了 因為這裡是做這樣子 他做得太 太密合了 所以他的扭動關節就是這樣 一點點 然後 手呢 手的關節呢 就比較 靈活一點 有點卡 就是緊繃 就是到這邊了 這樣 欸 他盒子外面有寫說可以這樣 所以應該是可以拉出式的關節吧 不太懂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好了 他應該有說明書之類的 哇 沒有耶 他沒有說明書這種東西 這盒怎麼辦啊 他裡面有附了三個這個 這個也不知道拿來幹嘛的 糟糕 這一隻東西完全不知道是拿來幹嘛的 而且 那個說明的盒子上面 寫著有斧頭之類的 該不會這也根本沒有吧 嘿 這個東西 沒問題嗎 反而是腳這裡的可動好好喔 他腳居然做二段式關節 跨下的可動也還不錯 腳可以擺出應該算坐姿還不錯 這坐姿還可以 可以做出這種像盤腿一樣的坐姿 騙人 我覺得這個好詐欺喔 怎麼辦 好像勉強還算可以做出來 可是 嘿嘿嘿 不行啊 你們看這個 他手可以擦成這樣子耶 這 這個確定可以嗎 屁啦 根本不可能 然後 看到有一個重點是 他的官圖上面寫說 這個好像可以拔掉擦 這個不行 再下去我就要被 我就要被禁了 行快點裝回去 這個 打妹打妹打妹 唉阿拉,唉阿拉分 哇這確不動 有點讓你失望欸怎麼會這樣 我們來猜其他隻好了是不是 只是這一隻的瑕疵,大概 阿我們把其他兩隻也都找出來吧 靠第一隻的瑕疵又浪費了我這麼多時間 搞嘛 這隻也是一樣就是不能 也是一樣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的悲劇是手 哇~~ 腳的可動做得這麼好 結果手是這樣 嘿嘿嘿 其實看起來蠻可愛的 三隻手長一樣 好啦算了他的可動就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要介紹的重點是 他的手 他手給的很無 就是中指 然後這個 甲成英之手 然後還有另外這個是握東西的手 中指我還蠻期待的 中指很棒 中指做得很好 基本上他這個東西呢 跟Figma是一樣的 不過呢 因為他這裡呢 做了一個這樣子的 凹底 凸點 所以 在裝的時候變得很危險 OMG 因為這種可動關節很脆弱 然後他又做這個樣子 真的是超級慘 這手超難裝的啦 這東西如果有人看到真的是 不推薦買耶 這東西到底在衝啥 我就打算把它裝一隻中指就好了 很烏烏然後手型不錯 可是重點是手超難裝 這一點就完全不行 好的 反正呢 我們就是 手上呢 目前有三隻哥布林 他造型是不錯 可是呢 可動小缺點 然後另外一點 最大缺點就是手 手超級無敵難裝 OMG 那個手真的是 讓我很害怕 我把他玩壞 所以 其實這隻很 這個東西很不推薦大家買 真的是 不過呢 如果沒有勇者買下來 然後大家如果看到了 說不定就會跑去買這樣子 到時候就覺得 有一種很被騙的感覺 那剛剛在那個開割布林之前呢 大雄不是有 一個組裝的影片嗎 OK 沒有錯 大雄剛剛的組裝影片 就是組裝這個東西 哈哈哈 不含人好 這個人好 是大雄 裝上去 這個型巨台 根本就已經變成重點了 原本還想說 哥布林可以很完美的搭配這個型巨台 來虐待別人之類的 結果 啊 好失望喔 結果反而是大雄型巨台變亮點 這一台 這個型巨台好像記得 不貴 可是已經有點 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在後面有看到的話 超推 如果你也是一樣 有像Figurma這種樹體啊 或者是少女的 人偶的話 這個東西超好用 因為 像他這個 手錠 就是手銬啊 這裡啊 然後腳錠這個啊 都可以另外再組裝 他其實有很多配件 像是 他這個 吃吃的地方啊 他就有另外就是給了這個 然後他有這裡可以蓋起來的這個 他都有給 然後這個東西啊 他還可以就是 另外就是 抓上柱子以後 再把它變成另外兩個型巨 沒關係 這樣講大家一定就是 聽不懂 很疑惑對不對 好 我等一下就會用旋轉台 再做給大家看 就是大雄 慣例使用的旋轉台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旋轉台的狀況吧 那現在大雄就先來做結語喔 不管你現在有沒有打算看旋轉台 反正就是幫大雄訂閱 按讚 加分享出去 然後想要有什麼跟大雄討論啊 或者是這種 這麼烏的東西 你也很喜歡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一定都會回應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熊緊急補充一下 這是剛剛大熊在拍旋轉台的時候才發現的事情 雖然他的可動很爛 然後他的...嗯...某些東西都不太好 可是呢 大熊在拍旋轉台的時候才發現這個東西 就是他原來是可動眼 他眼睛是可動的耶 雖然可動的幅度不大 不過勉強還算不錯啦 在這麼差的素體上做了可動眼還算不錯 然後另外一點呢是 他的舌頭呢 大熊只是想說試試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拔掉 結果沒想到拔掉了 他可以做出像這樣子 笑臉的 然後或者是把他嘴舌頭給往上 就變成往上舔那種更猥褻的表情 就是這個表情上還不錯啦 這表情上的靈活運用度還不錯 只是可動度上就是悲劇所以他就死定了 笑臉的